這些資料結構就是 就把核特體補那個FanHawk這種 就是老師上面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要介紹一堆資料結構 可是這些資料結構的話 我們未來不一定能夠真的去使用到 我們必須要利用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就是人家寫好的Library直接摳來用 就可以進行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可是在這門客的話 我們不應該使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主要的是要學習資料結構裡面的一些運作 所以說可能就是老師會帶領各位去 去測試一下這整個資料結構的一些操作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能前面就介紹一下Eclibus 後面再介紹一下JCE2圖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就是你們要先到那個Eclibus 他的方法網上去下載他的一個開發的一個ID 那這邊的話 我前面有三個 環圈有三個宅店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你們任選一個下載就行了 可是如果是我而言的話 我會比較要選那個Java 1 第一個 因為他的支援資源度會比較高 當然 就是說能夠去 你要開發期間的時候 希望利用這一個 第一個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們只是存Java的話 其實第二個或第三個就行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一開始要新增專案 然後這邊的話跟JCroter不太一樣 JCroter就是直接開一個class出來 你們自己寫一寫 然後按那個執行 他就跑出結果了 然後這邊的話 這一般正常來講的話 ID是在利用一個Project 去把那個class去把它包進去 包在整個Project裡面 他才能夠去做坦白的動作 所以說這邊的話 我們一開始就是選File Project 然後這邊的話 然後再去點選交到Project 然後去NAS的就是下一步這樣 這邊的話我稍微再做一個展示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要先輸入你的Project Name 然後從此的話這邊也可以選擇 你要去Run一個JRE的環境 然後這邊的話 你開一個Project Project出來之後 你不一定能夠去Run 因為你還沒有去新增一個class class就是我們寫的交保檔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對那個Project檔 去對他按一個 對他按一個 對他按了環組右鍵 去NAS的Class出來 那這邊的話一樣就是要寫你那個 交保檔的那個名字 還有這邊底下有道途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他就說 要不要直接幫你建立一個 Public Static Void的Mate 那個直接那個 從事的執行進入的一個方式 那個Method這樣子 你不勾寫的話 你就是自己刻 都是OK的 就是自己寫 然後這邊的話 你寫好之後 你可以直接對那個 對那個Drama檔 或是對那整個Project 去按右鍵 然後Learners 然後選那個Java application 就是能夠去run這個Java檔 然後通常來講的話 我們整個Project 可能會裡面有很多的Java檔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會對整個Project檔 去按那個 去執行他的程式 是同時那個 全部的Java檔 去做一個 互相連結 去做一個執行的動作 可是我們這邊是 純Java 其實對一個 單一個Java檔 一個程式進入點就行了 好 起初 那個 他在按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們 黃金比較重要 有有有 因為這邊的話 你們應該是 一開始都裝過JDK 其實你們 Euclipus裝上去的時候 他會自動搜尋 就找到了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真的遇到說 他找不到JDK 反正就是要從黃金變數 去設定一下 還有同學有其他問題嗎 那我就繼續講下去了 然後這邊的話 你們 一些一些可能改了 改你們布丁 改了一個東西 之後你們還要按右鍵 Molus 然後就按Education 其實是很麻煩的 其實我們這邊有的快捷鍵 Ctrl加FC 它就能夠直接把我們 Run出來了 就是這邊這個Ctrl加FC 是一個蠻常用的東西 那這邊的話 我們之前電話 就是Halo DS就出來了 就是跟我們之前 大H的第一個程式 Halo Java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 你能夠開啟一個專案檔 當然我們這邊要教一下 我們要怎麼匯入一個專案檔進來 可能就是說 你過去 有一段書啊 你想要看裡面的一個程式 它裡面就是附這個 這個專案檔 我們可以直接利用Import的方式 去把它匯進來 然後再去執行 所以我們這邊的選擇方式 就是File Imports General 然後Exycycity 然後Project into Workspace 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就是 可能稍微吐一下 那這個 Walkspace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這整個ID 它會設定一個資料夾 所有的Project 它都會存在這個資料夾當中 那這個資料夾 就是我們所謂的 Walkspace這個地區空間這樣子 就是說你們如果有要去找你寫好的Project 就是要去這個Walkspace 你們去把它找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一個使用ID 蠻常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要去售 結果可以說 你寫程式就是寫 結果發現說 唉快點出到要出現Aロ 可是你們不知道到底是錯在哪邊 所以我們可以用dlbagger 這方式去 直接說 我這個程式码到底是哪邊發生的Aロ 然後才要拋出 estimates 這樣的東西出來 就是像這邊的話我们 我寫一個這個程式 就是看那個正頁的變化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就是設定第五到第十項這邊 這邊主要是耳肉才去扔等一個數字 然後再丟進去這樣子 所以說我想要看這個耳肉變化 我就在這個區段裡面去設一個中斷點這樣 那這邊應該各位大一沒有用過這樣的東西吧 然後這邊你設好之後你要執行Debugger的話 你就是一樣對那個專家哪去按右鍵 Debug as 然後Jubber application 可是一樣就是說像我們前面你可能斜熱斜流 你不可能一直去執行這麼繁瑣的動作 所以說你可以直接按F11 然後就是可以參考我們前面第十項也就是執行程式 就是前面是Ctrl F11 Debugger就是F11 就是插在這樣而已 喔 同學有問題嗎 沒有 我有必須喔 然後這邊的話 它你要執行Debugger模式的話 它就會跳到這邊 它這邊像右上角它就是 一般純Jubber就是有一個Jubber的一個 夜遷 然後Debugger還有一個夜遷 像這邊好像是下載JubberE 所以這邊又有一個夜遷 然後這個DDS就是Android的程式 所以說你們如果未來學習到 可能DDS也是一個蠻好用的工具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又跑出很多的視窗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整個程式的內容 像這邊的話我上面可以點選這邊 這邊可能太小看不清楚 到時候你們同一片 下來回去的時候再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自己親自操作 像這邊的話有兩個部分 我們就點選其中 左邊那一個黃色的 那點選之後 它會慢慢一步一步去跑說 你的程式 這樣子 像這個是復活圈 它這樣一層一層的這樣子去跑 所以我們這樣子點一次 它就一行執行下來 一行執行下來 這樣子 反覆著這樣子去做飆射的動作 那你同時去把鼠標放在這個 耳瑞框框I這個部分 它能夠去顯示出 你現在已經亂過的那個 程式區段的話 前面它給的值是怎麼樣 像這邊的話 那個框框就能亂出說 我的那個 Index你是2 1是7 然後2是8 整個的話它能夠顯示出 整個耳瑞的數值是怎麼樣 同時在右上角這邊 變數欄這邊 它也能夠去慢慢去做變換 你的那個數字的那個給值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 同學有問題嗎 好 那我繼續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像是一個蠻殘忍的東西 像是 我點那個 我要打那個 寫那個施石層點 爆扯點 但是你施石層打完之後 寫完之後 有沒有發現說 我忘記下一個 那個 我要寫些什麼呢 其實你按點之後 它會跑出這個 提醒的視訊說 你有哪些可用的變數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 method的話 去給可供使用 就是說 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來去做一些幫助這樣子 可是你有時候按點之後 不小心讓那個 提醒的視訊不見了 所以你直接可以按ALT加寫線 然後同時再能夠秀出來 這邊的話 過後 邊往一下 好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 我一開始寫一個才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寫 我要去執行 第五到第三的車種的變化 所以我這邊其實是按右鍵 然後點這個 來點這個電 然後它就會跑出來 有這個點的 這個就是一個 裝斷點的形形 然後這邊的話 我要跑 我就是按F-C 然後就是跑出這個視訊 請按YES 它會跳到 那個D-Bug的模式 那這邊的話 因為我這邊執行 一開始是定 定滑嘛 它就會標射在這個地方 就是開始 要舒適化ALT的這個部分 那這邊會有按這個 逐步執行 這個快點鍵是F-5 我點一下 它就跑在一段 跑一下 跑一下 然後就是一直在慢慢變化 那同時你把你的包組放在上面 欸 我的那個 數值的變化就會產生出來了 其實這個工具 要是能夠幫助大家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你給我查證書 你到底是哪個部分出錯了 然後好才會拋出 Essation的一些 結果出來 然後同時我就順便提醒一下 你們寫程式的時候 也拋出一些Essation 那些Essation 多看 會對你們程式會有幫助 就可能說 你拋出這個Essation 你能把那書 裁決出 是哪個部分是錯 像R-Ray爆掉 它可能就會 R-Ray什麼 什麼東西的 我一定忘記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 拆解出說 你們大概是哪個部分 是解錯 馬上去抓到那個地道 然後這邊的話 我這稍微介紹一下 那個 新增專案的一個 流程 那就是代表 沒有 讓我這裡 就是 把我們的 轉向 電 bus 提示 我已經有一個 中間 新增 然後 再 след 完成就行了 然後這邊就會跑出一個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它這邊跑出一個SRC 我們那個Class其實就是形成在裡面 然後可以按這個按右鍵 NEW Class 然後這邊會就是輸出一個Joban的名詞 像這邊好像就是水面素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要你選擇 要直接去產生那個程式 是可以進入電力跟MAS的 我們可以把它勾起來 完成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直接跑出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邊我們就是 希望我們的程式主要內容 然後這樣的Eclips介紹 大致上是這樣子 但其實Eclips它還有許多的功能 這部分的話可能就是 就是要請各位同學 再去自己去網路上尋找這樣子 它有很多一些快捷徑 能夠幫助我們一些 在賺錢程式 然後提高我們效率一些方法 所以就可能再請各位同學 再去網路上自己搜尋一下 這邊的話只是介紹一些 寫程式最最最最最常用的一些方法這樣子 然後對Eclips這個ID 各位同學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喔 那我就繼續講那個JCF囉 然後那個點名就是寫著寫 然後傳下去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介紹一下我們那個JCF 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先介紹一下 可樂的題符這個部分 可樂的題符喔 其實它是有很多個元素 來去構成一個 套館的這樣子 像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一個LL就是一個可樂的題符 像這邊底下有一個簡單一個圖示 像我這邊開始儲持一個Double形別的一個正面長度的期 其實這個名字Array 它是一個位置 然後它去Revens一個記憶體當中一長串的一個位置 像這邊的話 它是儲持畫之後 這個正面的每一個位置就是叮叮叮叮叮叮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它可以藉由Index直接存取相對的元素 像我們直接要存取可能是Double形別的元素 像我們直接要存取可能是Double形別的元素